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选茄子的时候尽量用手捏一捏 比较硬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的 这样的茄子比较新鲜,吃起来不老 然后把茄子用清水洗干净 再把地切去不要 再改刀切成滚刀块 尽量切得大一点,因为茄子炒过之后会变小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清水,没过茄子 再加入一勺白醋 给它泡一下,防止氧化变黑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给它压下去 再准备三拌大蒜 先切片,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先切片,再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来调一下味儿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再加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再倒入一碗清水 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三块钱的猪肉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肉丝 最后切成猪肉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我们的茄子已经泡好了 把它控水捞出来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用手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腌制五分钟 腌出水分 现在茄子已经腌好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 然后用手把水分挤干 挤干水分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用手抓均匀 这样炒的时候不吸油 吃起来更滑嫩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中不用放油 把茄子倒进来煎一下 然后用筷子把它铺均匀 把茄子里面的水分煎出 煎至表面微黄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更加入味 更好吃 茄子煎至变软 像这样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 再把它盛出来备用 然后把锅烧热加少许油 油热之后下入肉末翻炒 炒至肉末完全变白 炒出香味 炒至肉末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茄子倒进来翻炒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再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再盖上盖子 煮三分钟 把茄子煮至入味 再来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茄子已经煮了三分钟了 然后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哇 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最后把葱花加进来 翻炒均匀 好了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茄子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非常的开胃 下饭 而且用的油也很少 吃起来也不会油腻 口感有一点微辣 孩子也很喜欢吃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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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支持